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选手Hair 现在让我带你复盘CRL五月月度决赛中我的对局以及操作 欢迎收看Deck Me Out 第一把我皮卡锤抓到了他那个推进了嘛 然后第二把我想他应该还是会用推进 因为我皮卡用过了 他可能会继续用推进打我 这波超齐过去他应该会守 然后我就不准备继续进攻了 准备吃掉他这两个防守单位 他直接游侠加飓风 但是是有点亏费的 然后这波我可以挖矿工 他飓风用过了 我就挖了一个比较偏厚的位置 他这波机甲炸弹兵都交出来防守 那肯定手上没什么费了 游侠侠头蹭一点血量 然后游侠他还得解 他解完我用房子再吃回来 他直接选择卖血了 那他卖血我就立马做房子 打他这个得注意 他游侠中间偷我了一个房子 然后立马下了一个飞机 还好他流水没有保住 这波他游侠送掉了 然后飞机还没有被解掉 他搭电劈了我三个小电车 那他这一波应该是没费进来了 然后这波超齐还赚了费 反场挖矿工 他机甲放在一个很不好的位置 被我游侠找到机会了 然后游侠直接把塔带走 主要还是抓到了他的推进 那就比较好打了 跟事先想的对局是一样的 他是一个比较玩猪的选手 然后我第二把有带一个游夫 去勾他的野猪 但是因为提前提交卡组的这个缘故 这套带游夫的卡组 解猪虽然效果不错 但是进攻稍微有点匮乏 这套皮卡锤的话 这波成体皮卡 他就直接震我 先做电塔什么的 然后用法术蹭我 应该不会顶着我皮卡出猪 我只能想办法打两路 左边成体一个锤子 然后幽灵去进攻他那一边 但是这个游夫 有点没有勾到猪 比较可惜 被他猪 被他猪还敲了一下塔 然后游夫还跑过去送掉了 这波锤子顶铜路的话 又被他一个速地全部吃掉 然后时间也不太够了 这个时候打得有点着急 他的弓箭手 我也只能够用火球去秒掉他 他这一波驴武神顶猪 我只能用火球防守一下 然后再踩一个电法 但是还是被他猪敲出来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塔血332地血 已经是没有机会赢了 他过两个地震加滚木 我就没有了 我只能尝试最后一波 桥头有什么兵就下什么兵 但是 他这个弓箭手和速地什么的 还是有点挤不动 最后被他火生生耗死了 我的玩法就是比较偏属于自己的风格 比较喜欢去研究一些自己喜欢玩的卡组吧 然后打比赛的话 会去针对对手做一些特制的卡组 并不会不太会用一些经常使用的卡组去打对手 打这个比赛的话 首先现在的决斗模式是特别容易带错卡组的 就是要熟悉这个决斗模式的话 可能自己平时私底下就得多去研究 准备一些不同卡组的搭配 这样会对比赛更有利益一点 哈喽 谢谢大家的观看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和多多支持我 大家拜拜